這個喇叭最飄啊 這家是真正的鎮肉丸 熟悉的喇叭標誌大姓鎮肉丸 未嘗用藥就佔了將近四成 但從鎮肉丸到萬金油 這些居家常備用藥 已經全面求求求整 接下來這一波 都是民眾在家常常會 常備的一些藥品 包含就是萬金油 鎮肉丸 還有就是現在老人口增加 有假牙人口也很多的 一個假牙清潔錠 歐治鼻波和噴鼻液 從原本售價250元漲到310元 漲幅兩成四 蚊蟲丁咬市佔約五成的 虎標萬金油 也從銅板加90元漲到100元 漲幅11.1% 而喇叭標誌大姓鎮肉丸 也全面看漲 漲幅最高來到9.1% 運輸規範的一個作業系統 那據廠商他們反映說 因為成本增加 那有時候價格就難免會調整 去合意去調漲這個價格的話 那當然我們公平會進行調查 藥品連番長公平會積查 而這些居家常用藥 像是常用來擦蚊蟲叮咬的萬金油 藥師就說了有傷口時千萬不能用 真的有雙口有凍的時候 甚至化膿千萬不要用這個萬金油 可能會惡化你的傷口的一個狀況 有殘痘症的小朋友 他也不能使用這個萬金油 他可能會引起橫紋肌溶解症 另外像是胃腸藥 如果醫症狀自己拿藥吃 久了也會把身體裡的好菌給傷害掉 反而加重病情 在城市分別開庭台北採訪報導